哈喽大家好,我是俊佩,欢迎回来这个频道 15G无论新的内容有多吸引,也没有人会否认更新后问题一堆 漏洞多大玩家,像个是bug的专家 这次影片会看15G排位还有送礼系统的问题 还有官方修理匹配机制相关 开始前先看这次的影片赞助 这次给你们介绍Gamers最爱用的浏览器Opera GX 它比其他浏览器优胜在特别功能 例如是左边就有内建一堆程式 包括Twitch,Discord,YouTube播放器等等 那就不用再开着一堆程式拖慢电脑 全部放在一起也更容易控制 然后有一个我从来没有在其他浏览器看过的强制黑夜模式 很多网页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想过白色有多刺眼 晚上一打开就 强制黑夜模式会把网页尽量变暗 那就不怕突然被闪了 那你们可能会怕 诶,我本来在用Google浏览器 现在换Opera GX不就恰见全都没了吗 不用担心,Opera除了有自己的插件 全部Google Chrome的插件都是兼容的 直接用Opera去Chrome的网站下载就行 太简单了 进来更新还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叫GX Profiles 简单说就是让你因应不同的情况去选不同的模式 例如是像我会实况的 不想不小心把个人资料流出 可以选实况模式 电脑效能不够的想尽量减小浏览器用的资料 就可以用苏仔模式 有什么神秘的事想做 不想留下痕迹 例如是为家人买礼物之类的 还能用流氓模式 直接灌掉它就没有任何的资料留下了 最后当然还能自定开启哪些功能 Opera GX还有手机版本 在装置上登陆自己的账号 就能资料互通 最适合我这种滑手机看到的网页 想在PC打开的人 心动了吧 现在让我放在影片资讯 还有置顶留言的连结 免费设载Opera GX吧 如果没看上次影片的同学 史当闪退的相关问题在这里有讲过了 不过直到现实为止是还没有说好的 Apex 14G为游玩人数大跌 15G本来是个决定生息的一个更新 我的感觉是新英雄还有新地图都还好 没有说是超吸引的 但也算是不错了 但靠着更新 本应拉回10万以下的玩家也有可能的 可惜的是每次更新都带来了一对问题 似乎自己特别多 让人气的增长比预期低 那唯一的好消息是下面讲的问题 有些官方都知道 并且有在找解决方法 当然什么时候能解决 没有人能说清 像敌人的脚步没有声音等等的问题 官方也一定知道啊 修不了就是修不了 首先是更新后 手把玩家在新地图的门边 会有不能换单的情况出现 我有猜会不会是新英雄 被动封门相关影子的呢 但这个问题其他英雄也有 所以确切的原因不知道 还好George Medina有在推他向回 说这会是近期一个更新里面修好 可能是17号已经排好的那个更新吧 不然应该不会讲得这么清楚 接下来是送礼系统 官方加入他都是为了让自己赚更多吧 OK 明白的 但好像很多玩家都发现 送礼的系统没有正常运作 很多案例都说送给朋友后 系统显示有送到 因为有算在五分之一里面 但接收者却没有拿到礼物 我也有试过有人送给我 那我没有收到 还要麻烦送礼的人去问客服 哪有送礼还有这么多问题的 系统收了钱 你又不知道对面有没有收到 那你只要打算惊喜送礼的怎么办呢 官方没有在哪说过 他们知道送礼有问题 就算知道也不敢讲吧 这些跟收入有关的问题 一定会偷偷改好 装作没有发生过 但那么多人去客服说这个问题 其实内容也没有可能不知道了 只能说 想要送礼给朋友的同学 暂时再等等吧 修好了有消息 再送比较安全 最后一个大问题是积分模式 里面主要分为外挂 匹配机制 还有DDoS 匹配机制 从那个排位重置后就坏了吧 重置后的头半季 虽然很多亚洲玩家说 拿分超难很垃圾 但在西方玩家眼中 现在回想过去 发现那半季才是最好的排位 玩家真的要杀人 拿冠军才能加大分 下半季开始一切都变了 急杀递减上线拿走 加上配对机制的崩坏 积分模式 突然变成比从之前更差的情况 到了现在15G 排位配对的机制变成 停列场里面会有钻石 甚至是白金的玩家 俗称上拉的这个问题很严重 而且有船 更新后外挂仔找到方法 可以直接越过防外挂的系统 但我觉得外挂多了 只是因为之前西方 负责编挂的海老师房价 那除了外挂 另外一个大问题是DDoS 不知道是什么的 就当做是恶意攻击伺服器 让其他人断线 去自己拿分 在10世纪官方加热了一些机制 大大减小了DDoS的出现 可惜第15G更新后 情况突然恶化 以上几个问题加起来 高端玩家的说法 似乎是整个游戏都玩不了了 那人可能会想 并没有 官方不抓小号在于 只把Direct的限制 由10级加到20级 根本对小号在于 没有什么影响 这几季不断有不同的玩家 或者Pros 以不同的方法 向官方表达这个问题 直到近来 终于有官方的回应 这是APEX技术总监 在推特上 回应玩家 关于SBMM崩坏的文章 只有简单的一句 我们正在处理它 老实说 搞了几年才有回应 都不太能高兴起来了 希望他们是有实质 已经改好的内容准备推出 才开始在推特上方出这句 而不是空口讲白话吧 他们有说 这个配对的梳理会是怎样做 也没有说是 只改排位还是怎样 就算排位的匹配不改好 NG配对改好也不错吧 太多人问我 为什么白金会配到顶列了 以上是APEX排位的问题 送礼 还有配对问题的讨论 被选中 可以生理游玩APEX的同学 觉得这季的排位如何呢 有没有在打 还是在等高手们都上去 再慢慢排呢 X-RayPad其中一位得奖者 还是没有联络我 从抽后的得奖者是这位朋友 请在我的IG或者Discord 细讯我 APEXP抽奖相关的内容 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想要免费支持这个频道的 记得订阅还有赞好影片 先说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观看 Bye by bwd6 请不吝点赞好